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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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慈悲 大家好 那有網路的朋友來問顧問說 神明護身 他所講的話 如何去分真假真偽 也就是說 他問了這麼一個問題 有神明護身 他來告訴我們一些話 那些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如何來去分別 我想這樣一個問題 我個人是這樣的回答的 如果說今天我們到某個場合 剛好有人神明護身 來跟我講 給我一個主點 那我就會去聽 我會去聽 他提醒我的是什麼 我們常常在儒家的講法 三連行必有我師 有人願意來跟我講一些話 提醒我 我一定會受假 我們被教育的時候 把每個人當作馬祖伯 不管你是有神護身 還是平常的人 只要他非常地慎重 拿來講一些話給我們 我們把他當作 好像馬祖伯 護身他身上 來講道理給我聽 我們尊敬每一個人 我們最重要 三連行必有我師 第一個我們所受的教義 馬祖的信徒應該有一個修為 人家講話 針對我們 為了我們好 一些欠言 一個警言 警示行儀 我們都要聽聽 把它當作 它是神明護身來講的 來珍貴 人家恩義跟我們講話 那我們非常地感恩 當然我們覺得分別 他想的話是不是對 所以他說他是神明護身 或不是神明護身 只要他跟我們講話 我個人覺得 只要他講的話 就合乎下面這些原則 那君就會認為 他是神明護身在他身上講的 甚至於他沒有說他是神明護身 是一個好朋友來跟我講話 我也會認為他是馬祖護身 在他身上跟我講話 那合乎什麼原則呢 我們是儒是道 儒家講五常 人 亦 禮 之 信 那 道家講 金木 隨何 土 五行 佛家講 五戒 不殺 不到 不淫 不妄 不久 有 那大概就主要叫我們做人的道理 五常 五行 跟什麼 五戒 他主要他講話這些 教我們五常 仁愛 對不對 要講義氣 對不對 那要正直 人 仁義理之心 做人要有禮貌 像是合理的話 那我覺得 就是神明在他身上講 這是真的 不管他有護身不護身 他講的話就馬祖在他身上講給我聽 他講我的吉凶 他會告訴我 金刻木 木生活 那這些 相生相克 這個助人的道理 非常有道理 把五行的 在這邊 陰陽五行講出來的話 有道理 道家的 我也認為他是神明 在他身上講給我聽 另外 他會奉勸我 不要殺 不要道 不要贏 不要妄言 不要亂講話 那這些道理 合乎這個 我就認為 他真的是神明在講話 所以我們一個人 三連行必有我師 有人願意跟我們講一些話 來欠告我們 行事的經理來對我們說 我們都把他當作為神父神 他講的話 合乎這個五常五行 合乎這個助理 自然的道理 然後合乎什麼樣 守戒五戒 那我就認為 他是神明護身講的話 我就非常的恭敬 能接受 不然聽聽就好了 聽聽就好了 叫我們去賭博 叫我們怎麼樣 叫我們那個四輝 講人家八卦 我就聽聽了 神明不會講八卦的 他一定講五常五行 武器的 所以故咱們講說 中華文化 魯術道 那這些聖人 這些仙人 這些活菩薩 都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所以神父神 講的話 真的還是假的 你用這個 原理原則 來看待他 他師父講一些五常的話 五行 自然的法則 相形相科 那個論吉凶 然後另外一個 講個五戒 欠我們要守五戒 不可以殺道淫 不可以亂講話 不要搬弄思徽 然後不可以什麼 出喝嫖毒 不酒 亂了心性 如果這個都是合乎 這個 這個 五常 五行 五戒的 那我會說 它是神明講的話 應該是真的 那在故意的前見 簡單的一個回答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麻子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